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数据工夫是状态人件和控制人件通过一定的传输线连接在一起 完成特定的数据存储处理和传输功能这样的一个处理节目 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看 如果我们现在要设计一个实现一次指令起此级的数据工夫 我们怎么样实现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向大家介绍单轴期数据工夫的建立与设计方法 所以请注意我们到现在呢 还只是介绍了单轴期数据工夫 所以通过这一讲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单轴期数据工夫的设计方法 课后请大家阅读中英文教材第四章的相关章节 为什么要强调数据工夫的设计呢 因为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个CPU指令执行的过程 以这个计算机的性能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CPU指令执行 执行一条指令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首先它为取指令 接下来呢 修改PC的计程器的值 为取下一条指令做认为 然后就得指令进一意 接下来呢 就可能需要这个 由于有些操作数呢 可能放在这个存储器里面 所以呢 我要对这个计算这个仿存的地址 所以储存地址计算 然后去取操作数 如果这个操作数直接放在这个计程器里面 那这一步呢 就可以省略掉 接下来呢 就可以进行算术或者逻辑计算 那么结果呢 可以直接写回进行计程器 也可以写回到这个存储器里面去 然后判断和检测一条试验 如果有异常呢 进行相应的处理 这个是通过这个异常处理程序来处理的 我们会有一些专门来介绍异常和异常的处理 最后检测是否有中段请求 有 就转到这个中段处理 那么在这些步骤里面呢 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 前面三角 从取指令到指令一把 我们把它叫做取指令阶段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啊 刚才没有着重的说 这个三角 表示我这个值可能是一个 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值 一般我们在MIPS里面 每道指令是32倍的 所以一般是PC 等于PC加4 用PC加4来更新 就表示呢 下一道指令地址 是当年指令地址 之后的四个字节 但是由于考虑到转移指令 分支指令和挑战指令 所以这个时候偏一样的呢 可能是一个正数 可能是一个附属 所以呢 我们这儿 我们用一个三角 是它要经过一段的修转 要执行另一段指令 那么剩下的这个褐色的这些指令呢 我们把它成为执行阶段 成为执行阶段 所以这个是CPO执行指令的一个过程 从这个过程实际上 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 比方说 取指令一定要在最开始做吗 指令总是从取指令开始做吗 那么这个PC加Delta 这个加一个先量这个操作 一定要在一码之前开始做吗 那么对分支指令来说 我能在一码之前做吗 那么那个分支指令 因为我现在 我首先要判断出它是分支指令 然后还要判断分支条件 我觉得如果不做这个的话 我这个修改不了啊 难道我必须要在这一步做 我都能在这个一码之后做吗 另外还有像这个一码 一定要在指令执行之前做吗 所以像这些问题就反映了什么呢 这个指令执行的过程 这些操作啊 是有一定的顺序的 而且有些顺序呢 它可能会影响它这个指令执行的速度 指令执行它去做的实践 所以可见 CPU的实践 它会影响到性能 那这个具体是怎么影响的呢 我们要看一下CPU性能公式 在体系节目课里面 我们都学过CPU的性能公式 对吧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它有三个因素 一个是执行一个程序 它的这个指令的数目 所执行指令的数量 另外一个呢 是时钟周期 有的时候这个公式 会把时钟周期写成主频 它们之间是一个到处的关系 另外一个呢 是执行每条指令所用的时间 CPI 也有的呢 会把它写成IPC 就是每一个时钟周期 执行多少条指令 也有的会这么想 它们之间呢 也是一个到处的关系 那么在这三个因素里面 指令数目 是由编译器和指令级决定的 指令级的功能强大 编译器优化做得好 是有可能减少这个指令的数量 但是 剩下两个因素 时钟周期和CPI 却是由CPU来写定 所以CPU会影响到 这三个关键因素中的两个 所以它的实现 以计算机的性能值 关系是非常密切 对它直接影响了整个计算机的性能 那么总结一下呢 指令的功能 大致包含四个基本操作 第一个呢 是读取某个存储单元的内容 把它装到计算器里面 这个可能是取数据 也可能是区指令 第二个呢 是把一个数据从某个计存器 存入给定的存储单元内 把结果写回到存储单元内 第三个呢 是把一个数据从某个计存器 送到另外一个计存器 或者LU 这个就是取操作数 也可能是一个计存器的一个简单的 就是靠底的一个动作 第四个呢 就是缓从运算 这个运算呢 可能是这个算数 或者是回计算 结果保存在计存器里面 这个是它的一些四个基本操作 那么我们用在这一章里面 为了描述方便期间 我们用计存器传输语言 来描述每条指令所做的各个操作 那么我们有些约定 我们用一个大R 方号号加一个小R 表示 我现在去读计存器小R的内容 这个R呢 是计存器的编号 所谓的地区 用M方号号ADDR 表示读取存储单元ADDR的地区 数据的传动方向呢 用这个箭头表示 我们用这个向左的箭头表示 圆地址在右边 目的地址在总结 表示数据从右边的存储单 传送到左边的存储单 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的地址 或者下一条要执行指令的地址 我们就用程序计存器PC来表示 而当前要做的操作 对某个预言操作数DATA做的操作 我们就用OP方括号DATA来表示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简单的预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这一箭 我们要做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实现MIPS指令集的一个子集 为这个子集建立了数据公共 那么在上一家里面 我们实际上看到了黑色的数据公共 它是实现MIPS指令集的一个 所需要的数据公共 但是呢 要完成相应的操作 要完成这个子集里面的每条尺 我们还要加入一些控制信号 比如说什么呢 在完成加法减法或者算数逻辑 其他的算数逻辑运算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控制信号 ALU operation来控制这个ALU单元 对于分支指令来说 分支条件的判断结果 我们可以读 它是否为0来表示 当然这个0标志呢 这个0标志呢 是可以来控制 当前这个分支转移是否成功的 作为这样一个标志 它和这个分支指令的这个操作码标志呢 合到一起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判断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为真 就表示它可以执行的 税条分支指令 并且它转移成功 如果为假 要么是分支指令 转移不成功 要么就它不是分支指令 那么这个控制信号 可以用来控制一个多路选择器 由它这个多路选择器 来在两核输 一个是分支指令的输入 就是说计算出来的新目标地址 一个是原来的pc加4 就顺序的下一条指令 直接进行选择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出 对我们要实现的这个此节来说 那么是需要 根据这个此节里面的指令 来产生不同的控制信号 由这些控制信号呢 来控制这个数据通路里面 各个原件 操作原件和状态原件的工作 所以呢 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 就是要在原有的一个数据通路上 确定控制信号 并且加入 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 MIPS的指令类型 MIPS有三类指令 分别是R型 I型和阶型 R型指令呢 它是表示它的所有的操作数 两个原操作数和一个目的操作数 都是来自于计存器的 所以它叫R型指令 比方说这个加法指令和减法指令 这是R型指令 I型的指令呢 就是指它有一个点操作数 是一个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在指令里面呢 是用16位来 是一个D级数 这个D级数呢 在指令里面 是用一个16位的D级数来表示 以16位的字段来表示 比方说这个逻辑 操作ORI指令 它呢 就表示 一个D级数和一个寄存器的内容 进行逻辑预算 并且把结果写到技能器RT里面 注意啊 这个R类型的指令 说I类型的指令 它的目的技能器是不一样的 R型指令的目的技能器是这个RT 而I类型指令呢 它的目的技能器呢 是RT 除了这种带立体数的 这个逻辑预算指令之外呢 还有一些指令也属于R类型的 因为它们都需要 以一个D级数作为操作数 比方说 仿存操作 漏的 或者STOP LW是从存存器里面读一个字 STOP SW呢 是从存存器里面 像存存器里面写一个字 这两个指令呢 这两个指令呢 它的这个 十六位地底数呢 表示 地质的偏移量 它们也属于R型的指令 另外呢 分支指令 条件分支指令 也是R型指令 它这个十六位地底数 就是在这条指令里面呢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 转移成功时候 目标地值 相对于下一条指令 地质的这个点 第三类指令呢 是接力性的指令 接力性指令呢 就是这种 就是无条件 跳段指令 是接力性的指令 它的指令呢 除了操作网之外 剩下一个二十六位的字段 就是转移成功时的目标地质 当然对这类指令来说 它的转移成功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地址呢 来进行这个 来以这个地址作为目标指令的地址 为什么选择这些指令 就是为什么选择左边的这些几条指令 因为它就有很强的代表性 那么它涉及到算数预算 国际预算 条件转移 也就是无条件转移 等等这些 它的操作数 既有全都是寄存器的 也有寄存器和逆移处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重点就要实现这七条指令 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法指令的指令过来 对于加法指令来说 它首先呢 它首先呢 要去从PC 以PC的内容为地址 取出这个指令来 接下来呢 一码完之后 就把取 研操作数 就仿了两个进程器 RS和RT 取出研操作数来 就可以完成加法运算 结果写回到RB进程器 最后呢 再更新PC 让 执行下一条指令 准备好地址 那么 这三步就是加法指令的执行过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Low的指令 和加法指令一样 Low的指令一开始也要取指令 但是接下来又不一样了 它虽然也要完成一个加法运算 但是这个加法运算 它是用来计算什么呢 计算要访问的这个寸数 单一连的地址的 所以它完成这个加法运算 但是接下来它会用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个地址 去访问存数器 取出一个数来 然后呢 更新这个PC 只向下一条指令 因为这个时候没法转转 所以顺序推行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加法运算 它的这个加数 这是一个符号扩展 也就是说 为了计算这个 这个访存地址 我们需要把这个指令里面的16位 进行一个符号扩展 来办成这个加法 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那么呢 这个Low的指令来说 我们如果用这个理想存数器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仿存 我们就用上讲给大家介绍的理想存数器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 关键路径是什么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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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